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时间来到下午的5点30分 谢谢你继续锁定 让你每次收听都有收获的City Plus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马上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则焦点新闻 又有补选了 那这一次呢是发生在国政巫统的选区 那这个选区呢非常的特别 因为它是巫统老二 莫哈莫哈山的老巢 也就是呢 森美兰的严斗周一席 那芙蓉选举法庭呢 今天就针对了严斗周一席 选举的诉讼案就做出了裁决 就要宣布呢 这个的选区的这个周一席呢 是需要重选的 那法庭呢是鉴于选举委员会呢 拒绝人民公正党候选人 也就是斯特兰的这个提名 是属于违法的 因此呢选举的结果无效 就裁定了这个议席必须悬空 举行补选 换言之呢 现在的这个严斗 就是让到的周一元 莫哈莫哈山 已经不再是合法的 这个周一元了 所以就必须要举行选举 而这场选举来说呢 对巫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一个打击来的 因为过去呢 巫统的领袖排队 面对各种各样的这个指控 比如他的老大 阿摩扎西就面控 老二呢 现在则必须要面对 这一场的这个补选 而前主席纳吉夫妇呢 则一起面对数十项贪污烂权的 这个指控 而前总秘书东郭安安安 昨天才面对 受惠三百万令吉的 这个提控 除了这些领袖之外呢 还有其他排队等待审讯呢 就包括了 前沙巴首席部长 穆萨 阿曼 然后还有 前首相署部长 夏希弹 他是被控 非礼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钱 你就相信陆陆续续会有来 那么如今呢 巫统的情况 就像蜡烛两头烧 一边呢 是疲语应付法庭的案子 另外一方面呢 又面对补选的这个压力 所以现在的巫统是非常的 这个忙碌 也非常的焦虑 那这个法官呢 在宣读判词的时候就有说 穆罕默哈山呢 并不是根据合法的方式呢 就是被选出的 那严斗周一行呢 理应举行补选 同时呢 也预令呢 违规的这个选举的事务官呢 必须赔偿 就是斯特兰的两万令吉的损失 不过呢 严斗举行呢 这一个补选之前呢 这个案件呢 是被允许上诉到联邦法院的 那穆罕默哈山就有表示 将跟他的律师呢 就是要讨论一下 是不是要提出上诉 那公正党的这个斯特兰呢 因为在509大选提名日当天 是没有办法呢 出示这个通行证 所以呢 就不被允许呢 进入到这个提名中心 就导致了他在当天呢 提名是失败的 就让对手呢 穆罕默哈山就成为 这一届大选提名日 唯一一个不战而胜的 这个候选人 那么其实这个 Rantau的周一期 他必须要进行补选 因为选举官不应该 以这么琐碎的技术性的 这个理由来否决 候选人参选的这个权利 这种方式呢 是不民主也不公正 这种非战之罪呢 对当事人是非常不公平的 如果是因为这种 非常小的 非常琐碎 非常技术性的问题 而取消候选人的 这个资格的话呢 那么其实对选与会来讲说 是他们没有很好的履行 他们的这个所赋予的职责 其实这些事情的过去 一直以来都存在 也一直以来都有发生 这里就举出一个 最令人垂心肝的这个例子 是在1995年 发生在巴达林 在野北区 就是现在的这个Damansara 当时呢 这一个国会议席到现在为止 还是现在的国会议员是 潘建委 一直以来都是行动党的这个强区 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一样 但是在1995年的时候 行动党的候选人 柯嘉迅 仅仅是因为他的这一个 见证人没有在三份表格 其中的一份签名而已 就因为这个见证人没有签名 所以就被选举官取消资格 被disqualify 而让马华的候选人林国豹 在没有对手之下 不战而胜 不劳而获 赢得这个行动党的堡垒奖区 那么柯嘉迅面对这一种 不公平的情况 被DQ的情况之下被刷下 引起了全国的这个讨论 特别是华社 那么林国豹本身 也没有想到 他会因为这一个东西 而减了一个便宜 当时柯嘉迅就报警 同时也入禀法庭 要求重新审理这个案件 但是都失败 他没有沿斗的 这一个公正党的候选人 这么好命 那么也没有办法 让这个巴达林 在海北区进行重选 回到这个沿斗的州议席 我们来看一下 莫哈莫哈山 就是在2004年的第一次 就中选为这个选区的 州议员之后 就收尾成为深美兰州的大城 直到2018年 509国阵倒台 那在509的 对 那509的大选当中 其实深州的这个国阵 在36个议席当中 只赢得16席 那西蒙是获得了20席的 所以就导致了 深州的国阵 是第一次丧失了这个执政权 好 严斗呢 它是一个混合的一个选区 马来人占稍微过半 只有那54%而已 但是印印呢 就超过华 印印有27% 华印有19% 所以这一场的这个补选呢 是测试巫统实力的最佳场 因为 然到过去呢 一直以来都是巫统的这个强区 而且原任的这个州议员呢 是担任过 两届的 三届的这个州务大臣 对于巫统来讲说 这是一场非常艰辛 以及非常困难的这个战役 因为马马哈善 他背负着胜选的压力 如果共振党派出大咖来的话呢 那么马马哈善 可能他是睡不着了 同时呢 这一场补选 对巫统也有三大重要的意义 第一呢 就是考验巫统的受欢迎程度 比如说巫裔选民 特别是乡区选民 如何评估巫统 那么第二呢 就是检测 马马哈善的这个动员能力 和他的这个威望 以及刚才第二 现在是第三呢 就是巫统能否继续成为 马来政治的重要力量 因为目前巫统绯闻缠身 补选的是他的翻身 在如果他有任何的 这个试测的话呢 那么巫统的势力 将会进一步的衰弱 现在呢 回来主编点新闻 我们来关注一下 公众党的当选